大波美女独自荒野求生有多危险 睡在地坑之中的她 那时不知道危险悄悄来临 大辣条竟然慢慢地爬进了洞妹 最后更是爬到了多宝的床上 给了多宝一个惊喜 半夜被辣条爬身 吓得那叫一个花容失色呀 都说荒野建造哪家墙 还看多宝来称王 这句话可不是吹的 之前的多宝那是将辛苦打造的水墙房屋给拆掉了 紧接着又是临时建造了一个半球状的荒野庇护所 就这操作真是厉害了 而在上一期 多宝可是在一个山包之上 挖掘出了一个带有床位的超大地坑 同时挖出进出口 以及一个火炉的位置 接下来的时间里 多宝将好好地完善这个庇护所的建设 没有后顾之忧的话 才能专心打野 至于荒野泡澡 那自然也是不能少的环节 屋顶部分的建设 其实多宝心中早就有了想法 来到附近的塔 那可是砍伐了不少的树木 准备利用这些木材打造庇护所 为了将庇护所打造的好看又实用 多宝先是将大木头的树皮部分一一地拔掉 让木材露出干净光滑的面层 紧接着又是拿上打野刀 对着木材的端部劈砍了起来 这是为后续的拼接做好准备 完事之后 多宝先是在地坑的角落处挖掘出深坑 用来放置立竹 四个角落四根立竹 这是整个庇护所的屋顶支撑立竹 至于屋顶三角屋架部分的制作 采用了拼接加连杆固定的方法 在连接部位处 采用钻孔设备打孔 随后穿入竹竿进行连接 说实话 这样的操作还是很麻烦的 要是采用钉子的话 那可就要快捷得多 省力得多了 随着两个三角屋架被多宝制作完毕之后 紧接着便是将它们分别放置到两端的立竹之上 并且采用之前的方式进行连接 而想要屋架更加地牢靠 那么在两个三角架的顶部 架设一根顶部横梁 并且牢牢地固定上去 同时在三角架的两边底角处 分别架设一根横梁 屋顶部分便会足够地牢靠 担心屋顶暂时没法完成的多宝 还提前地切割出了大量的小木棍 并且将这些木棍一一地铺设到了坑内的床面之上 将休息的场所提前给布置好 随后又继续地开始了屋顶部分的建设工作 顶面地材料 多宝选用了木棍 至于铺设方法则是类似于床面的铺设 不同之处在于连接方法 床面直接铺设即可 而屋面则是需要打孔连接 因此花费的精力可是不少 另外 在铺设到中段的时候 多宝还在底部加设了两根横梁 将中间流出一个孔洞来 这一看便是要在这个位置留开窗位 果不其然 在多宝将周围的位置一一地封住之后 接着便在孔洞处 加装上了两根可以上下旋转的木棍 这样建设出来的窗户 便是可以向外推开的平推窗了 不得不说 多宝这一手建设技术 那真是飞机上点灯 高明啊 屋顶部分建设完毕之后 多宝可是没有停歇 而是又搞来了不少的黄泥 搭配上木棍之后 在炉火的烟道口处 建设起了五边形的烟道口 建设烟道口的好处可是不少 一栏是防止雨水倒灌进去 二栏是增加氧气流通 三栏是美观度也是大大的提升了 不过天宫不作美啊 烟道口顶部还没做完之际 老天就下起了雨来 搞得多宝只得拿上背包先入住 到了地坑庇护所之中 还别说 虽然雨水不算大 本以为木棍屋面漏水比较厉害 但是似乎效果还不错的样子 多宝看着外面雨水没有停歇的样子 于是乎干脆直接睡了过去 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番 直到次日醒来之后 雨早已经停了 雨后的空气十分地清新 多宝位置一阵 立马又继续地投入到了 庇护所的建设之中 这个时候的烟道口 已经只需要架设一个顶部的盖板 防止雨水侵入即可 正好多宝寻来了一块三角石板 放上去可是美得很啊 完食之后的多宝 那是在附近砍来了大量的棕榈树叶 看到棕榈树叶就想到多宝之前的荒野淋浴间 果不其然 多宝搞来树叶之后 那是和之前制作席子那般的操作 利用树叶的正反面 采用十字编织法 编织出了绿白相间的大片竹席子 关键是数量还不少 足足地搞出了一大两小的三大片竹席子 然而接下来多宝并没有建设淋浴房 而是将竹席子铺在了床库位置处的墙面之上 最长的一片沿着床面走向的长方向铺设 短的两片席子则是分别铺设到了 床头和床位对应的墙面之上 还别说 这么铺设之后 整个床面部分看起来呢 真是有种小清新的美感了 十分的漂亮 在将带来的床垫铺设上去之后 睡起来绝对是巴士的版了 铺设完床面之后 紧接着多宝搞来了不少的黄泥土 将进出口的洞口处 好好的来了一番处理 让洞口更加的光滑和圆润 有独特的美感 就此 多宝的这个半地下室的荒野庇护所便算是建设完毕 升起了火堆之后 烟道口处的排烟效果也是极佳的 一起欣赏一下多宝的庇护所全貌吧 忙碌了那么久 浑身早就被汗水泡湿的多宝 那时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附近的水塘处 美滋滋地泡起了澡来 感受到浑身凉爽的惬意 全身的疲惫那时直接溜走了一大半 美滋滋地洗完澡之后 接下来多宝准备消除掉剩下的疲惫 而带来的牛肉干便是极佳的宝贝物 将其取出来之后 多宝先是在火炉子上架设了指甲 接着便在支架之上加热牛肉干了 烤热之后的牛肉干 那是肉香浓郁 吃起来既有嚼劲 又是富含满满的蛋白质 吃得多宝那叫一个心满意足 每餐之后 自然是要舒舒服服地休息一夜了 然而令多宝不知道的是 大半夜的时候 一位不速之客竟然悄悄地沿着进口爬了进来 而这根大辣条进来之后更是猖狂 竟然敢沿着洞口到了床位下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辣条还不讲武德地爬上了多宝的床上去了 看得令人心惊胆战 正在大家担心多宝危险之际 多宝似乎也听到了大家的召唤 警觉的起身 将辣条给撞下床去了 不过胆肥的多宝好奇心太重 竟然下手将对方给拿了上来查看 这下可是下惨了 因为他看清了是辣条 当然 平时的话 多宝自然是不会惧怕辣条的 甚至说辣条是他的食材 但是大半夜被突袭肯定不一样 而且多宝手指还受伤了 好在辣条是一条无毒的辣条 不然多宝可就危险了 反应过来的多宝 那是怒发冲冠 拿上打野刀就追了上去 不过可惜的是耽误了不少时间 辣条伴随着夜色逃走了 昨的半夜惊魂实在是刺激 那可是让多宝心中升起了警觉 必须将庇护所继续完善 免得下次再有野物进去 要是还是无毒的辣条倒也没事 但是万一是有毒的 或者是野猪豹子一类的 那多宝的荒野求生可就要大结局了 因此 今儿一早的多宝 便开始着手处理起了庇护所的完善工作 先是搞了粗大的树藤 准备给进出口加装一道大门 将泥土刨开之后 放入第一根大树藤圈作为固定的基础 而后再制作另外一根藤圆圈 利用短木棍铺设上去 并且将多余的木棍一一地锯掉 便是一个新的圆形大门门板了 另外多宝还在门板之上 加装了一根木轴 后续安装上去的话 便可以通过门轴转动大门 门轴的放置位置在洞口的右侧 多宝先在地面夯入两根竹子 接着再用两根竹子打孔之后 用连杆再将它们固定在地下的竹子上 门轴则是嵌入到地面上的两节竹筒处 大门便可以在水平方向上转动打开了 看起来真是十分的漂亮啊 至于三角屋顶两端顶部露出地面的三角区域 那也是漏洞 动物可能从这里进去 因此多宝也是要将其进行加固的 加固的方法便是制作出三角形的封堵面板 每一侧的三角屋顶处 都需要两块面板 看看多宝一一地将其放置上去 并且固定住 真是不错 就此 多宝庇护所的漏洞部分 那算是全给堵上了 这下可是可以放心了 当然野屋能够防得住 但是还有个问题 那便是暴雨防不住 前天的小雨下 多宝便发现了屋顶还是有些漏水 这要是大雨或者是暴雨来的话 那肯定是防不住的 因此多宝收集来大量的杂草 将它们切碎之后放入到黄泥之中 一起进行搅拌 这样制作出来的黄泥土 不仅是有着极佳的粘性 而且干涸之后 因为里面有一段一段的草在里面 也不容易开裂 即便是开裂之后 裂缝也是比较的小 因此用它们来覆盖到三角屋顶上 作为屋顶的面层材料 那自然是极佳的 探着一坨坨的黄泥土材料 被多宝逐一地抚平 作为屋顶面层之后 就这铺设出来的效果 真是美得很啊 不过这样的屋顶也有个大问题 那便是暴雨的时候 时间长了 面层的泥土会被水流慢慢地冲刷掉 因此多宝那是用树藤和木棍搞了两个简易的篮子 开始在周围产来大量带土的草皮 将这些草皮铺设到屋顶之上 而铺设的时候 多宝那是尽量地让草皮的接触位置牢牢地挤压在一起 让整个屋顶形成类似一整块的草皮 这样的效果才会好 这样的话 不仅是将屋面的厚度给加厚了 最为重要的是 草皮之中带有大量杂草密集交错的根系 它们能够牢牢地抓住泥土 防止暴雨时候的水土流失 同时也是增加了隔绝噪音的效果 而且屋顶搞成草皮 整体上起来也是和周围的环境更加的融为一体 十分的和谐与自然 在远处不容易被发现 也算是一种保护色 不得不说 多宝的这一手庇护所建设功力 那真是绝了呀 最后再来看看这建设完成之后的庇护所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和自然啊